是的,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早晨,我们要为这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生命来感谢祂。 我们再次以掌声来感谢我们的话剧主。 所以如果在受难节你有来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话剧的第一部分。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它的高潮,就是它的第二个部分。 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也要代表我们教会的领袖,还有我们教会的童工,也向大家问安,也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 所以能够看到你们每一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就像我们刚才和牧师所说的,在过去两年,要来参加复活节崇拜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情况都好转了,而且我们还是仍然要继续和这个病毒来去对战对抗。 所以那我们也要感谢,为着我们的童工来感谢神,为我们做了那么美的一个的布景。 那么在崇拜过后呢,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上来就是拍一些照片。 因为在过几天呢,我们就会把这些的布景都拆掉了。 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坐的。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被坐的。 如果我没有错过,我曾经说,这些布景可以坐,那些布景可以坐, 但请不要坐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坐的地方呢,就是这一边跟这一边,可是你不要跑到这个坟墓里面。 如果你跑进去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掉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拍一些照片,我们也掌声感谢我们的童工。 所以呢,也要感谢神在这个早上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的牧师,今天呢,是去到其他的地方服侍的。 那么因为现在有缺少牧师,所以我们的牧师都要去到董湖以外的地区来去服侍。 所以呢,我们的带牧师呢,昨天就已经去到仙本了,然后他们在那边有一连串的服侍。 然后呢,今天早上就在董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游中园里面。 然后盗阳纯,牧师呢,今天早上就是在嘉应堂。 然后盗牧师呢,今天早上就是在这个BSI,这个神高阳堂。 所以呢,我们就会在今天早上的这个两堂崇拜里面服侍。 所以弟兄姐妹,今年我们复活节的主题呢,就是复原。 复原,意思是复原。 所以复原呢,它的意思呢,它的含义呢,就包含了, 恢复、纠正、更新、修理、复兴、复苏、医治、治愈。 这些都是复原的含义还有同意词。 在我们的生命中复原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到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有力量重新站起来。 复原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受伤后甚至死亡了的灵魂,能够得着医治病重新活过来。 复原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再次被赐予能够来去发言,能够来去说话的声音, 重新活过来。 再次来去跟随神。 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复原是有可能的。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18节。 那些人在英语中说话,请和我一起读。 如果耶稣没有起床,你的信心是极臃的, 而你仍然在你的邪, 而那些人在睡眠或死,在耶稣都失去。 基督姐妹我们一起大声地来读。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突然,你们仍在罪中,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基督先生,基督也证明了。 1 基督2 和24, 他说, 他, 那意思是基督, 自己拔我们的罪为的罪, 在祂的身体上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死亡, 而生为正义。 为这些伤害, 我们都治愈。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24节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你们便得了医治。 弟兄姐妹, 在那么多人当中, 其中一个真的是能够亲身, 很深刻地来去经历到神这个复原的能力的, 就是使徒彼得。 我不需要再详细地来去说明彼得的弱点和他的失败。 所以如果你在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话, 你也很清楚知道彼得的故事。 所以在寿命节和今天早上呢, 我们也稍微地来去看到了彼得生命一些的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得着复原呢? 所以今天早上我的祷告就是这信息不单只是能够为我们自己带来勉励, 也真的是能够带领我们更加的亲近主。 这个信息, 你已经听过很多的信息。 所以其实这些的信息呢, 其实你在小的时候, 你都已经是听过了。 所以我的祷告就是今天早上, 今天的这个信息呢, 我们能够再次地在你的灵里为你带来更新, 带来恢复。 所以我主里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线上, 你们今天早上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们。 首先我们看到复原意味着被赦免。 被赦免。 我们一起来说一二三。 被赦免。 所以没有比不被赦免的生命更痛苦的伤口, 或更沉重的负担了。 所以这个负罪感的生命呢, 就好像这个坏死的细胞, 它真的是会来去侵蚀着我们的灵魂。 然后它会耗尽我们所有的能量。 然后也会扼杀掉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动力。 所以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的国王, 就是大卫王。 其实他也曾经走过这个不被赦免的生命, 所带来的这些的痛苦。 所以我们很感恩的就是, 他自己呢, 也得到了神的赦免。 然后他也可以来去见证说, 一个生命, 当你被神赦免之后, 是有多么的喜乐。 因为除了彼得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比如说像保罗, 像大卫王, 其实他们都真的是经历过神的这些恩典。 所以诗篇32篇呢, 就是大卫的个人见证。 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到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能够就是跟他的经历能够有一个的共鸣, 能够有一个的认同。 所以大卫当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 他就说了一个被赦免的生命, 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第1和第2节, 他也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所以在这1和第2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呢, 他就来去形容, 他去表达了一个人, 当他的生命被神赦免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的那种喜乐和自由。 在这里, 有福, 或者是其他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快乐, 他就让我们看到, 这个人他是很愉快的, 他很轻松, 就好像一只鸟, 你把它从笼子里面放出来的时候, 的那种快乐轻松。 就是你经历到你的生命得到自由了, 所以你觉得你很轻松, 你很快乐。 有福, 他不单只是一种的感受而已, 有福就是说, 神他的喜悦, 再次领到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大卫他也回忆到, 他就是当被这个罪来去捆绑的时候, 他背负着这个罪的重担的时候, 他的心里是多么的痛苦。 在第三和第四节,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今夜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你和我可能在我们生活在内疚中的时候, 或许你跟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情况。 当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行走在黑暗里面, 我们在寻找,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寻见。 我们很想要继续前进, 可是就算有事情在拉着我们, 没有办法前进。 每一个脚步都是沉重的, 所以生命对你来说是非常的辛苦。 可是大卫他就来去回忆这些的日子。 他回忆到说他曾经也是被罪来捆绑。 可是当他来去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得到了一个的转化, 一个的改变, 他得到复原了。 他继续证明在那一篇文章中, 在第5节他说,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所以当大卫他领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 他就经历到了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神的喜乐, 甚至是他的生命得到了自由。 所以在第6节的时候他就说,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祷告你, 大水泛滥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然后他继续说, 祷告你, 祷告你, 神是我的隐瞻。 祷告你, 祷告我。 祷告你, 祷告我。 祷告我, 祷告我。 祷告我。 所以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是多么的喜乐 多么的自由 然后他就说你们一人 一人就是说你已经复原 或者是以神和好的人 他说你们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比我们能够得到赦免 能够得到复原 能够得到自由的一个生命 是更加重大的事情了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都知道这种的内疚感 这种的罪恶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会为我们造成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悲伤 很多的重担 甚至是会带来那种死亡的程度 所以这个内疚感或者是罪 它真的是能够来去耗尽我们所有的精力 它会真的是让我们失去了动力 甚至是会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被内疚感来去捆绑 或者是被罪陷入在罪里面 被罪捆绑的这些人 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尝试逃避这一切 甚至是尝试为自己找理由来去辩解 可是在事实上 他们的生命就是一直在一个的漩涡里面来去旋转 是没有出路的 他们是希望说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走出去 就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真的是被罪捆绑的 不认罪的 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旋游里面 就是一直在那边旋转 当他们在这个漩涡里面继续地旋转的时候 他们可能终于失去了他们生命的方向和动力 可是更糟糕就是更可怕的就是 有时候甚至他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 他们已经不能够意识到有神的存在了 可是神祂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 就是神祂能够赦免 祂能够改变这一切 神的一句话 神的一个触摸 就能够恢复我们 重新回到神的旨意和目击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被神复原的时候 祂不单只是能够除去我们过去的 这所有一切的捆绑 祂甚至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声音 让我们来去割葬 让我们来去发言 你知道吗 内疚它真的是能够来去捆绑我们 然后让我们是不敢说话 所以今天我们戴着口罩有一个坏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这个口罩会让我们不想说话 是的 我们戴口罩 因为这是我们集体的一个安全意识 我们要保持大家的安全 可是它却有一些其他 就是一些的副作用 副作用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就不唱歌了 我们不可以唱歌了 因为你觉得很难唱歌 你有听明白吗 所以这个口罩就让我们不想说话了 然后来到教会你就会看到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你跟你的太太 现在或者是你丈夫 坐的那个距离已经开始很远了 No longer can you go and nudge your husband when the pastor says something that This message is for my husband 然后当牧师讲到一些重点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再去推推下你的配偶了 你的丈夫或者是你太太 You cannot nudge anymore 因为你要尝试去推下他的手 旁边没有人 And the other disadvantage is that we can't sing 所以这另外一个坏处就是 我们不能够再去唱歌 You know how suffocating it is for a preacher to preach on mask 所以讲员要戴着口罩来去讲道 也是呼吸困难 It was very difficult 所以其实是很难的 We lost our voice 我们会失去了我们的声音 Is it true 对吗 所以罪也会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子的事情 它会让我们变得沉默 我们就不敢再去说到神 我们就不敢再去说到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觉得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声音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权利来去说话了 所以内疚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可是复原就是意味着我们得以重新发言 所以大卫他也是重新获得他的这个声音来去发言来去说话 而且他现在是神的孩子 他是一个国王的身份 That is why in the rest of the psalm in Psalm 32 in verse 11 He said this I will instruct you and teach you in the way you should go I will counsel you with my loving eye on you 所以他就是在接下来的经文 他就说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精在你身上欠倦你 And do not And he even counsel All his hearers All his people He counseled them Don't be like a horse or a mule That do not have understanding And must be controlled by the beat or bridle As that they or else they will not come to you 所以呢他就接下来他说 你不可向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绝环配头乐住他 不然就不能顺服 What it means here is that He is asking everybody to be willingly Turn to God Don't be forced Don't wait until the time that God has to pull you in It's not a good feeling 所以他就 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说你不要等 就是等到神要 就是来把你托你进来 Be willing Have a heart Turn to God 你要真的是甘心乐意的 愿意的回转归向神 Don't be like a horse or a mule 不要像这个罗马这样子 And don't wait until God pull you in 不要等到要神把你托进来 And it says that Many are the wars of the wicked But the Lord's unfailing love Surrounds the one who trusts in him 他说 恶人必多受苦楚 唯独依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So rejoice in the Lord And be glad you righteous Sing all you are upright in heart 所以他说 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 都当欢呼 所以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罪和内疚感 它不单只是可以让我们 就是导致我们跟神之间隔绝 它也是可以导致我们 人与人之间 会有这样子一个的隔离 我们就会开始来去回避 或者是去躲避其他的人 因为我们就觉得说 这是很羞耻的 然后我们感到自己不配 感觉到自己很虚伪 然后你就会开始放弃 比如说你曾经很热爱 很珍惜的这些事工 可是当我们得到复原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就是神会将这一切 重新地放在我们手中 祂会给我们恩典和力量 重新兴起来 让我们能够来去做 我们本应该去做的 或者是我们享受做的 所以在这第一个复活节 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一件的事情 就是祂恢复彼得 使彼得能够回到 祂原本的那个位置 所以当主耶稣他问彼得 说你爱我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来去羞辱他 他其实是要帮彼得 重新地来去审视 他自己内心的深处是怎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彼得他觉得很羞耻 所以他就封闭了他的内心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 所以彼得他就封闭了他的内心 因为他觉得 他以为自己是不会被神赦免了 可是主耶稣他却带领彼得回到他自己的内心 来去看到他起初的爱心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痛苦的 就蛮心疼的一件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当他回答主的时候 第二次他说 他说 主啊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所以主耶稣他就是带彼得来去 重新地来去看他自己的内心 所以当彼得他看到自己内心的深处的时候 他知道他其实自己他是很爱主的 他也知道 其实主耶稣也知道他的心里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他说 你知道我爱你 所以弟兄姐妹 我的朋友们今天早上 如果你是在祷告店或者你是在家里的 今天早上神也同样知道你内心的情况 可是重点不是在于主耶稣知不知道你内心的情况 而是你自己 你知不知道你内心的情况呢 所以彼得在这里主耶稣带领他来去看他自己的内心 所以他说 主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所以主耶稣他也来去恢复彼得的内心 然后也给了他一个新的声音 让他能够再次的来去说话 所以今天早上 我也希望你真的是能够敞开你的内心 让主耶稣来恢复你的内心 使你能够得到复原 你不要再隐藏 你不要封闭你的心 你也不要再次逃避 你让主耶稣再次来打开你的内心 让主耶稣能够重新赐给你你的声音 让你真的能够来去再次对主耶稣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因为当主耶稣使你复原的时候 你就会再次领受到你的声音 你就会有这个的权柄和信心 以神的儿女的身份 一个被神恢复的人的身份 来去说话 来去发表 弟兄姐妹 你的声音就是你的信心 是神所赐给你的权柄 是你的热心 所以当神恢复彼得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彼得 他就重新有这样子一个的勇气 然后呢 他就可以去向其他的门徒说话 然后神也赐给他这个的声音 让他能够来去对这些耶路撒冷的群众来去说话 在那么多的门徒当中 彼得他是第一个站出来 来去宣告这个好消息 就是耶稣复活的福音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 来去见证神的恩典和美善的人 他是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子的权柄 有这样子的声音来去呼召这些群众 来去相信耶稣的人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会看到使徒保罗的生命也是一样的 所以保罗他也是有一个很黑暗的过去 他很憎恨这些的基督徒 因为他认为说这些的基督徒就是异端来的 所以他就来去逼迫他们 来去杀害这些的基督徒 但是后来耶稣基督遇见了他 耶稣基督使他复原 然后耶稣基督也赐给他这个的声音 好让他能够来去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所以同样的事情也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 所以今天早上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是在祷告地 无论是坐在这里的 在楼台下的或者在楼台上的 或者是今天早上你是在家里 跟我们参加献上崇拜的 今天早上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祂 向祂敞开你的心 就是神是可以使你复原的 今天早上复原 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一切 然后你也可以重新得到你的声音 即使你戴着你的口罩 我所说的是口罩 不是说你戴着一个的面具还是什么 今天早上虽然我们戴着这个口罩 我们仍然是能够来去呼喊 我们其实应该就是呼喊 对吗 就像刚才在开始讲到之前 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呼喊 我这是听到你们的声音的 可是呢好像还是很多人没有喊 因为可能你们都是在戴着口罩 所以我们是复活节嘛 所以我们就要一起来就是来去呼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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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nd let us also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of having a voice again 所以让我们也来去体验一下 到我们再次来去恢复我们这个声音的时候的 这样子的感觉 At the count of three I want you OK Even though it's not you or your style I don't shout one OK 所以可能你就是不喜欢喊的一个人 我是很斯文的 我不喊的 不用紧今天早上而已 OK OK 四四下而已 你 喊最大声就是了 OK 我们喊 我们会 We will shout Hallelujah three times 所以我们要一起再来喊Hallelujah三次 Amen OK And then when we shout Hallelujah Let us feel a difference Feel this call House of prayer With the shout of the people of God 所以让我们以神指名的画物生来去充满这个整个的祷告殿 Because this demonstrates what it means to be free 因为这其实能够反映出什么叫做得到自由 Amen OK My sermon not done yet But I want you to stand 所以我还没有讲完 可是我先请大家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比较容易喊 Hallelujah 一杯了吗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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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心这样的 OK OK Even though you are wearing masks think that you are not wearing masks anymore 所以虽然你戴着口罩 可是呢你就 你就把自己当作是没有再戴口罩的 所以数到三 We shout Hallelujah three times 我们一起来喊三次 Hallelujah Because our Lord is risen 因为我们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And because His reason we can be restored again 因为祂复活了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复原 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We can have life again 我们能够得到生命 And we can have a voice again 我们能够再次有这个声音 Are you ready? Yes I know that I have a big group of students from Vision School up there 我知道今天早上 我们有一群来自圣院学校的学生 在楼上 I want you all to shout louder than everybody down here 我要你们的呼喊声比楼下的任何一个人更大声 OK 准备 在楼上 我们一起来 1 2 3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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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the Lord Have a seat 请坐 Wow That was fabulous 真是很好 请坐 请坐 Many of you still standing I thought that you want to do another time 刚才好像很多人在站着 You know this Hallelujah that we did a while ago was so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Hallelujah we did 刚才我们的这个Hallelujah 比起开始我们第一次做的那个 真的是有很大的分别 Why 为什么 Because when we know what God can do for us 因为当我们知道神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的时候 We know our life can be free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自由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也邀请弟兄姐妹让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 恢复我们到我们原本应该有的那个位置 I don't know what the last two years have done to you 因为我不知道在过去两年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or even further back than the last two years 或者是在更早之前 这两年的更早之前 But whatever it is 可是无论如何 你让圣灵亲自地来去恢复你的内心 使你复原 使你重新得到你的身影 好让你能够重新地来去诉说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 Amen This morning Let us be the restored people of God 所以今天早上也让我们成为神这个复原的字 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 作为徽读 你都知道徽读每次都带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送十字架给我 在我那么多的十字架里面呢 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我非常珍重的 就是这一个十字架 Can the camera just zoom in? No, not zoom my face, zoom the cross I've got a picture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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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ve sent a picture to my staff But nevermind, see the cross that I'm wearing first So that you know it's real 好啦,你们看慧读所带的 真的这样子带着 I'm also testing my cameraman, you see Ok, ok, ok,差不多啦 Ok,可以啦, ok Ok, alright Ok, now see the picture is clearer 好,现在可以看照片了 Now this cross has a story 这个的十字架呢,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 This cross is actually made from the artillery shells 这个的十字架其实是子弹客所做出来的 You know, in war, people bomb And the artillery shells, the leftover shells 不只弹,是炸弹 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在打战的时候 他们不是发射那个炸弹吗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炸弹客所做出来的 This is a cross given to me as a gift by the bishop of Taiwan 那么这个的十字架呢,是台湾的主教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When the bishop of Taiwan visited Kinmen One of the islands in the streets of Kinmen He went to this war-torn devastated island Due to that kind of civil war 那么他就在台湾有一个的地方 有一个的岛 Kinmen,我不知道怀疑是什么 然后金门 就去到那边 然后呢,他就 其实那个地方呢 就是有很多的内战 然后也受到征战的摧毁 然后呢,他就发现到在那边呢 就有征战之后嘛 在那里就很多,就是几万的这些的炸弹壳 所以神就感动了他 要用这些的炸弹壳来去做一些的事情 所以神就感动了他 要用这些的炸弹壳来去做一些的事情 所以这是他告诉我们的一个见证 他的故事 他就说在当天晚上他回去的时候呢 他立刻就有这样子一个的启示 一个的感动 所以他就是想把这样子一个的炸弹壳呢 就把它换成,做成一个十字架 他甚至也写了一首歌 因为当他看到这些的场景 这个征战之后的情况 看到这些的炸弹壳的时候 他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感触说 这个的征战真的是如何的来去摧毁了很多的生命 所以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去拆毁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的城墙 也只有基督才能够为我们带来平安和平 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的启示 这个十字架的设计是怎样的 然后他的这些的感动 所以他就很快把这个设计画下来 所以他就赶快把这个的设计画下来 然后其实这整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必须要去寻求政府的统一 让他能够去收集这些的炸弹壳 因为没有人是可以去动这些的炸弹壳 然后他又要去找人 找工厂来去帮他做这一切 要把一个的炸弹壳变成一个十字架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简短来说他做到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金门的十字架 这是一个和平的象征 也是象征唯有耶稣才能够带来和平 所以当耶稣使一切复原的时候 他能够把征战化为和平 这一切也只有借着十字架才能够成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珍重这个十字架 所以每当我戴着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 我也再次被提醒耶稣基督能够做的一切 复原 复原 让耶稣基督再次地使你复原 好 让你今天早上也能够像大卫一样来去说 你们艺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Amen Let's all stand 我们一起起立 In this glorious day 在这个美丽的早上 Let us sing Let us raise our voice 让我们一起来歌唱 我们一起来发声 Let us proclaim 来去宣告 The glory of the Lord 主耶稣的荣耀 Hallelujah Amen グッズ 以贞 格 可